大家好,今天教大家Cody上高 如何可以显示中文字幕 譬如我用Covidant在看這套Wonder Woman 你看到這裡有中文字幕和英文字幕 今天教大家如何設置 首先推出主畫面,很簡單 按這個齒輪setting 首先去file manager 所有我今天講的東西都會在Description裡面找到的 首先要add source add source就是add source 我給大家看一下 那你add source打完之後呢,你就打這個網址 你選了www.http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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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名字,你自己喜歡打什麼都可以 我就選了 我選了 我選了 按install from zip file 就选你刚刚加了sauce.super 这个是Cody的版本 因为现在是用最新的17.4 就选这个 这个是17.4版本的名字 接着你可以选cacatories 之后选subtitles 里面就会有一个repertory 你按这个sipfile 然后按ok 它就会install 那install完之后 你就按install from repertory install from repertory之后 你就会看到这个你刚刚install的 按下来 然后选catsubtitles 那我建议加这个16.3sup 和一个叫做sup hd 这两个sauce都挺可靠的 好加完之后 那又回 reference 那又播放一套电影出来先 啊,先不要进这里 再来个 再来个 那你首先呢 你要在 reference reference 你要在tools里面 你要告诉他 你的subtitle 第一个subtitle 你想要什么 比如说你可以选 好像我这样 第一个选英文 第二个选中文 enable ok 和 在你的设定里面 进入这个 子轮 setting 在他的 interface setting 加了这个显示中 pairsetting pairsetting 里面的language 语言 按下来 有个叫download service 里面的languages to download subtitle for 因为你要中英文 中文击一击去 就会变成这个色 英文又击一击去变成这个色 即使你说给cody听你中英文都要的 那跟着有一个选项去设定 就是这个播放电视时 去用哪个subtitle去找那个source 因为一般我提英文 我想有英文字幕 我叫我选10 如果你想提中英文字幕的 就选这两个其中一个 选163 我觉得163 这个source多点 这个就是选你要看 剧集时用的字幕 OK 选完这个之后 进入这里 选一部戏 播给大家看 因为版权问题 所以 我播几秒钟 给你们看一看 Cody's 这一号 今天2017年10月6号 我们看看这个Under Woman 好 看下这个sauce就辞职到点,我选择这个 播放 先停下去,接下来subtitle 简单啦,应该1630里 你会看到这个商语英文,即有中英文字幕 好,你看到了,这里有中英文字幕出来 这样一样,如果字幕有退前退后的话 你按这个字幕 教它这个subtitle offset 这个就可以退前退后的字幕 搞定 有问题 留言给我 我会复你 那如果喜欢我的video 就 赞一赞我的video 去订阅我的频道 有最新的影片你都会收到通知 今天就这么多,拜拜